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 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红颜老师被雷光逼退的同时 那些人又围拢过来 把他团团围住 你们把老师困住 姓陈的由我来收拾 圣玉的圣子对红颜老师相当在意 话音一落已经冲到我的眼前 我仍然站在原地 被电芒的打击还有入地的乌光弄得有些僵硬 看到对方冲过来 身体那蓬勃的力量一下子像爆炸开来一样 那种力量带给我强大的自信 觉得面前的一切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当对方一步跨到我眼前同时 我一伸手握拳砸过去 我和圣玉圣子前后交手不止一次 对于彼此的实力 两人心里都是有数的 每次都和你自我活一样死缠烂打 事也奈何不了谁 但是这时候 我的拳头携带着一股谁也说不清楚的力量 圣玉圣子刚冲到眼前 马上就像一只风筝一样 被砸得倒退出去 踉枪几步 一屁股坐地上 眉头猛皱 显然是吃痛了 我根本没想到这一下有这样的威势 威威一正 随即就清醒过来 顺势朝对方继续猛扑 圣玉圣子刚刚勉强爬起来 我就看看扑道 一巴掌冲过去 力量汹涌 而且速度奇快 圣玉圣子不由自主地又一次翻飞出去 板边脸肿得老高 如果不是有命徒护身 这一下能把他打得半死掉 那两块被劈碎的黑金桃木画出的雾光 显然有非凡的效用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战胜绝对上风了 就必须追杀到底 我没有半点犹豫 再一次追杀过去 圣玉圣子狼狈不堪 嘴角滴着血 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翻滚了一下 等到他再站起身的时候 手里已经多了一面小鼓 那面小鼓有强大的威力 当初把排营里面的水塘都硬生生震塌了 小鼓一晃 山摇地动 我的身体猛然停滞下来 感觉脚步沉重 陈进水 我要你的命 圣玉圣子手里拿着小鼓 螳蟹的脸庞上一片猙獰 不要命地拍动小鼓 鼓声几乎把漫天雨幕都给震散了 隐附在四周的弥勒和金大哨 想藏身都藏不住 被迫不断后退 减轻小鼓带的压力 雷光四射的半空 附近的小山山顶映照出 几道模糊的影子 他们的山顶停了片刻 身后多出两张宽大又薄的翅膀样东西 顺着雨幕从上面呼啸着滑落下来 像几只腾空而落的大蝙蝠 这无一是圣玉的一种异象 几个圣玉的扶尺一到 立刻成为圣力军 这次你还有路走吗 圣玉圣子精神一振 抬手一样手里小鼓 那鼓声不仅给我带来巨大压力 同样让红颜老师也坐我不安 左冲右杀 可惜现在他实力最弱 几个圣玉人加入战团 红颜老师立刻被困死了 鼓声不觉 我感觉自己的鼻子已经被震得冲血 咬着牙冲过去 一脚把圣玉圣子踹出很远 他连滚带爬我追上去继续围杀 但是眼前一晃 两个圣玉的扶尺就在前头拦住我 圣玉圣子趁手躲到后面 不断地拍打小鼓 情况一下子变得很糟糕了 这时候我想离开 不是太困难 他们的主要精力 还是用来对付红颜老师的 但是我知道 现在一走 红颜老师迟早会被他们困住 鬼灾之道 生于圣子 围捕红颜老师要做什么 那必然是很大的祸患 我不敢冒险 红颜老师僵硬的身体像铁 一样 普通武器是无法对他造成致命伤害的 但是两个圣玉的扶尺 合力扛着一个巨大的木锤 从背后把红颜老师硬生生地砸飞了 他身子一倒 几根铁锁又铺垫盖地围拢下来 头顶雷光随时都会出现 对红颜老师的威胁很大 我匆忙分析了一下眼前形势 趁两个扶尺都在阻拦我的间隙 想要帮红颜老师一把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飘飘忽忽地卷出一团像乌云一样的东西 那东西在雨幕中起起落落 飘飘忽忽地晃到我们上头 此刻雷光又是一动 接着那片闪亮的亮光 我突然发现 那团飘忽过的乌云一样东西 好像是一件破破烂烂的道衣 妈的 排脚 排脚干什么 圣玉圣子鼻子嘴巴标打得出血 此刻完全没法淡定了 破口大骂 嗓音里带些许恐惧 扯开嗓子大声喊道 不要让他拿到那件道袍 我一下子回想起来 这件道袍破破烂烂的 是排脚搬出的那具泥台外面裹的道袍 我暂时看不到排脚的人在周围出没 但是这件道衣肯定是他们放出来的 周围的人一片慌乱 两个圣玉的扶持腾伸而起 小凌空抓住头顶的道衣 但是那件破道衣 好像一条闪动的鱼目精灵 心体不定 但两人手指之间嗖地穿过去 轻飘飘地悬浮在红颜老师的身前 那绝对是一种极度契合 红颜老师双手一伸 破烂倒衣一下裹到他的身上 那一瞬间 一种强大到让人喘不过气的气息 从红颜老师身体前狂潮一般地涌动着 他出手比头顶闪电还要快 一把抓住身边的一个人 毫不犹豫地撕成了两半 你们这些蠢货 圣鱼圣子破口大骂 一看见红颜老师裹上那件破烂倒衣 他的斗志好像全部消失了 什么都不顾 转身就冲进鱼目 头也不回地狂奔 我想要追赶 但是两个圣鱼高手在阻拦 来回兜了几个圈子 都绕不过他们 只能作罢了 红颜老师一穿上那道衣之后 气息立刻变了 山一样沉重 刀一样锋利 除了几个圣鱼的高手 能勉强阻挡两下 圣鱼的人全部像指扎泥捏的一样 被红颜老师抬手打得倔柔横飞 这样狂猛的杀戮谁都承受不了 圣鱼的圣子抱头鼠窜 等到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周围的人也开始闪身四下逃跑 一个圣鱼的扶持跑出去几步 被红颜老师在后面追上 他的手掌一挥 刀锋般地在对方后面 还还一道口子 接着又揪住扶持的衣领 抬手一死 带着命途的皮 被红颜老师血淋淋地撕了下来 扶持一声惨叫 叫声还没落地 脖子就被扭断了 这一停滞 周围的人已经连滚带爬地跑远 红颜老师停下脚步 手里抓着一片还在滴血的皮 通红的目光刷地 投射到我的身上 我看见 他额头上那道死皱轮印 像是印上去一样清晰可见 抹都抹不掉 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但是那双通红的眼睛里 却带着来回闪动的目光 我知道肯定逃不掉了 暗中攥紧拳头 弥勒和金大哨他们 纷纷从旁边冲了出来 一起面对红颜老师 然而谁都挡不住的 红颜老师不理会其他人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身体一动已经到了眼前 那件破烂不堪的导衣裹在他身上 让他蓬勃出一种强大的魔力 我伸手挡了挡 就感觉胳膊被一根横扫的铁棍 给重重砸了一下 身子随之亮抢地朝后退了好几步 还不等我站稳呢 红颜老师一步走了过来 抬手又是一击 弥勒和金大哨完全不是对手 不用红颜老师动手 仅仅凭借他身上那股破人的气息 就让两个人随着我不断地倒退 如此反复几次之后 我的胳膊几乎已经抬不起来了 不知道是第几次被红颜老师逼退 身体后退两步 一下重重地撞在一块巨大石头上 完全没有退路了 红颜老师紧追不舍 抬脚跨到我的身前 高高地举起了手掌 我面对过几次死亡的危险 每一次死亡将要来临的时候 都会带给我巨大的恐惧和不安 这一次也不例外 然而那种恐惧只在心里停留一瞬间 因为我惊慌之余 我看到红颜老师高高举起的手掌 在不断地发抖 他的半边身子都被电芒打得焦黑了 只有那双眼睛闪烁着形容不出的光 我已经完全处在他的威胁之下 只要那个手掌一落下来 我不死也丢掉半条命 但是红颜老师的手不断地抖动着 那种抖动慢慢延伸到他的全身上下 他依然望着我 就像一个人在难以抉择的时候 所流露出的犹豫不决一样 我很奇怪地安静了下来 心底那点恐慌顿时无影无踪了 我同样望着红颜老师 雨幕还有时间 仿佛都一起凝固了 红颜老师额头上的死皱轮印 一会儿清洗一会儿暗淡 交替闪烁不停 他举着手掌 在我面前最少站了好几分钟 最后 红颜老师终于慢慢地 把那只颤抖的手掌放了下来 眼睛中的红光 像两盏小灯一样 渐渐熄灭了 大雨不停 雷光不断 红颜老师转过身 朝后走了一步 第一步走出去 之后脚步越来越快 他穿上那件破烂倒衣 连射的棺材也不要了 很快就消失在雨幕之中 我的心头一阵疑惑 一阵慌 他明明可以抬手杀了我 但是生死关头 红颜老师还是走了 终于安静了下来 除了阴隐的雷鸣 还有雨声 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感觉琢磨不透 大头佛曾经说过 死咒轮印是不会做假的 也不会有错 死人不撒谎 既然出现死咒轮印 就说明人肯定是我杀的 但红颜老师 为什么会放过我呢 就在我犹豫和不决的时候 停在原地的石头棺材里 骤轮窜出一个 微微发黄的小小影子 在周围探头张望了一下 然后就急速远顿 哎呀妈呀 快快快 老年吧躲在一边 望了石头棺材里 窜出那个小小影子 正了正 立即就拍大腿 说快追上他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过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